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韩国人浮夸 不知道韩国人竟这么浮夸 这段四分多钟的小段片 简直是一部居静一成名史 极尽一美之词 虽然说的几乎都是事实 但还是忍不住让居静一的粉丝们都脸红 纷纷表示吹不过吹不过 客观公正地说 居静一长得确实美 怎么形容呢 古装的居静一美得绝世出尘 一皱眉已落泪 仿佛把你的心都碾碎了肉 做个百转千回 现代的居静一 一看就是个魔人的小妖精 让你忍不住小亲亲抱抱举高高 一掘嘴一跺脚就娇趁的来吹你小汹汹 放古代来说就是倾国倾城 放现代来说就是精为天人 总之就是天上有地上无 对了 人家用的是母胎 厉害了我的妈 难怪无数宅男吃汗 把对梦中情人无处安放的各种想象全部加出于居静一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单身男性比例 大幅增长与我国指尽销量大 福提升 你们的老公宋仲基 都为他的美貌所折服 一脸吃汗笑给他闭心了 你们能忍吗 我都不能忍 极度使我质币分离 举静一的美是国际性的 日本说他是四千年一律的美女 美国说他是最美面孔千一百 中国粉丝只会说超绝可爱超绝可爱 看看人家韩国 多么胆大心细 多么真诚低调 说了吧 服了吧 现在他的美深度达到了四千年 光度覆盖了全世界 万万没想到泡菜国制造了这么 多美女 却还是被物理拘静一征服了 实在是为国争光了 这也体现了中韩两国的邦交日趋亲历 其实全城非常担心韩媒会说 拘静一族上有韩国血统 毕竟连孔子都被韩过了 他们能轻易放过这个世界第一美女 幸好这次泡菜电视台还是有良知的 感动 已经美成这样的拘静衣 偏偏还能歌善舞 歌声婉转轻力 一去离别的车站 引得无数粉丝震欲呐喊 放声哭泣 舞姿性感撩忍 有着勾魂 射阔的魔力 不得不感慨上帝有时候会为某个人 同时打开门和窗 你猛以为这就完了 人家还会弹钢琴带鼓针拉小提琴 最关键的是 举静衣的演技 也是SNH48的扛把子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九州天空城中天生高贵 但暗藏心机的羽族太子妃 热血长官中有着行走的藏经格之称的女主角上官紫苏 以及即将开播的新剧芸汐传的女主角 韩芸汐等 演技毫不逊色于科班出身的专 一演员 近期还与其他团员远赴威大利 拍摄那不勒斯的黎明MV 饰演一个双重人格的中世纪小工具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而从预告片中看来 举静衣将这个角色演绎得非常到位 尤其是最后那个镜头的效忠带累 真真是我见游脸 却又留下了迷一般的结尾 细思极恐 新唐电脑屏幕前一脸猛逼 嗷嗷待哺的粉丝们 被预告片撩拨的不要不要的 举静衣的粉丝们 原本只想反他的盛世美颜 却 没想到还有满满的技能和残忆 这种顶配人设的优秀偶像 完美到犯规 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请问还来得及上车吗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张楠 NK4501 分享 在相关热读徐伟宁报信恋情 实质 紧扣那版 讲有摆 徐伟宁与阮精天分手之后演艺事业大长 也曾与王百杰传过绯闻 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本月九日他全身包紧紧变装和一位圈外男子看电影 二人一路失指紧扣好不甜蜜 据镜周刊直击 站在身高170公分的徐伟宁身旁 这位新欢仍比他高出许多 至少超过190 长相则带着中东混血的味道 和讲有摆 都几分神似 徐伟宁最近也被发现手上有刺青 不知 是否和新欢有关 二人看完电影 一路失指紧扣三步回家 最后南方乘车离开 十分甜蜜 阿娇才刚认爱 一届王阳明 南方遭抱一劈腿 香港女星阿娇日前认爱 与有一届王阳明 指称的赖红果的交往中 不过随即具有为F奶妹女 晒合照 还喊赖红果为老公 现在又传出赖红果 9月初与一位墨镜大奶妹 童游东京 疑似劈腿 不过遭到南方否认 据镜周刊报道 阿娇与赖红果10月6日认爱 还坦诚已交往一个多月 不过赖红果遭报9月初 与一位大奶妹 及另外一对医师夫妻道 东京旅游 因此让外界质疑赖红果有劈腿之险 而这名大奶妹 不是第一次陪赖红果出国 今年年初也曾一起到国外度假 两人关系令人猜疑 对此赖红果透过诊所回应 与阿娇从认识到交往 没有跟其他女生交往 或有爱美关系 自杀 不能解决难题 求助 才是最好的路 一届王阳明赖红果 目前属于薛博人医院团队议员 徐伟宁新欢曾与前女友论结婚嫁 二大原因 鸡彩刹车 徐伟宁遭镜周刊 拍到与一帅气男子食指交口 两人看电影后 对方还送他回家 疑似身边有了新的护花使者 这名帅气男叫刘又年 曾是伊林男模 更是女星李香之子 联合报掌握独家消息 刘又年曾有未论结婚嫁的女友 名叫房静 也是模特儿出身 还演过戏 外形神似影后张曼玉 如徐伟宁传出新恋情 南方也被起底 刘又年是1982年出生 身高193公分 虽有个新妈 但从未想过走明星这条路 高中就立志当摄影师 毕业自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作品曾获得屡乐 顾常委等大师及摄影师的青睐 刘又年高大郡帅的外表 也吸引不少异性 事实上 她几年前和当时的女友 方静论结婚嫁 方静是演员兼模特儿 外形相当亮眼 有小张曼玉之称 拍过多广告 戏剧 电影去年演过电视剧《滚石爱情故事》 刘又年和方静在世 夜上相当契合 嫉妒论及婚嫁 只不过 他们最后还是跌不过远距离恋爱 加上个性差异等因素 最终婚姻皆踩刹车 婚约也没了下文 而联合报私下查访后 知情人士表示 刘又年和方静在一起很多年 但后来南方多在大陆发展 也因此远距离的感情没有继续 已分手很多年 徐伟宁男友遭窃底 曾是伊林南某的新二代 徐伟宁爆出新恋情 北京周刊拍到与一位身形高大 戴着眼镜的男子 约会看电影 两人还实质紧扣 看似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据查 徐伟宁男友名叫刘又年 1982年出生 身高193公分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 和徐伟宁十分相配 他是女星李香的儿子 曾在伊林当过模特 伊林表示跟又年的合作关系 一直都非常好 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 男生 如果有新的恋情 也很祝福他 伊林总经理陈马若对他评价很高 认为他未来的才气无可限量 刘又年近年来转行当起摄影师 赴中国大陆发展顺利 他的作品由六弄咖啡馆 万箭穿心 对新恋情曝光 徐伟宁大方承认 透过经纪人回应 就是正常交往 希望外界平常心看待 全部他也讨论 概念 初 字幕请人 感谢观看